如果繼續要來關心特勝販的月底 人家說有貪好吞 如果沒錢好睡 有錢三餐 沒錢要回三餐 有時候儘管比較白貴 家的貸款比較換了整天 只要給銀行收利息 還有維護金的費用 金管閨就發覺每一間銀行收的錢 都沒有三天 特別是這個無金的定義 因為採用的是大條無金 那才是小條無金 算的方式不一樣 銀行收利息關係差超過二十月 現在金管閨就要來關閘 要求外交收費的標準 也要求銀行為新力七月一直去就要調整 有時候會太忙 難免都會有忘記的時候 但基本上銀行它都會提醒我 打電話跟我講說 這裡要扣款要記得 然後我就會去繳錢 我記得是曾經有過 但是後來應該是沒有額外有收額外的費用 要出貸款 供貸一個無銀還是出國 很多人的貸款都不會結束 結果就讓銀行 接收延長的利息加上違約金兩種費用 這裏底其實是有一些含蓄的 因為特金銀行在算費用的時候 本間的定義標準無銀 造成無銀行收的錢 最多差超過二十月 因為很多的銀行 它在契約的一個規範裡面 它對於違約金的收取 它只有提到本金兩個字 那如果說是在實際計算上面 有一些銀行會採取所謂的大本金 就是你還沒有還清的一個房貸的一個總額 那有些銀行會採取小本金 就是你每個月應該要還的一個本金的一個額度 簡單來說本金分作那期就要行的小本金 跟沒有行完的春的本金 大本金 那是用照五百萬分作二十年來行 二十二%的貸款來算 每期應該要行二萬五千二百九十四塊 其中本金是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一塊 那是超過一百八十港五六 用小本金去算二十是一百六十七塊 違約金超過六個月來十十八十七塊 所以銀行的利息加上違約金要納一百八十四塊 那如果是用大本金來算 卡蘇台款已經行一百萬了 又欠銀行四百萬 這就是大本金 違約金會變成三千九百四十四塊 加上銀行的利息一百六十七塊 變成要納一百四千一百十一塊 再用小本金來算的一百八十四塊 差三千九百二十七塊 超過二十三月嚴重超過 所以金管會決定改立關節 跟兩大費用的標準定出來 要求銀行為手的設計開始就要改善 其實以這一次的一個金管會的出手 我們認為對於一般品種是相對比較有利 是因為銀行端他們在契約的一個部分 都規劃的相當的完善 所以如果說消費者認為它是一個超收的費用 要是在深處管道上面沒有辦法獲得解決 真的要進入訴訟的話 多數沒有辦法獲得滿意的答案 未來六個月來五月在算延長的利息 跟威力金的時候 都要用小本金來算 超過六個月才能用大本金 根據金管會上新公佈的資料 因為市場已價台商的資金會回來 所以四位買出的財款創下新的紀錄 金管會改立關節 也讓買出有財款的人 更有保障記者綜合報道 傾規务金 都 超過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